在未来有一种科技 给强势的老婆安装一套遥控系统 就能让她乖乖听话 取钱直接从嘴里掏 游泳圈随时变小蛮腰 哪里小就调哪里 想要什么样就调点什么样 也就是说 只要装了这套遥控系统 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气管炎 都能让你当上大爷 享受各种身材 解锁各种自食 那滋味嘛 小李就是这么一个气管炎 原因很简单 老婆比她能赚钱 所以家庭地位也比她高 小李的老婆叫崔花 今年28 是一档著名节目的主持人 要说这档节目也是奇葩 就是专挑情侣下手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操作 最终让他们分手 这天崔花又在玩这样的把戏 她先是请一对情侣去海边度假 然后再让这对情侣分开 分别安排异性去测试忠诚度 这次的测试结果有点不一样 男方顶住了诱惑 可女方嘛 竟然一连接受了好几位激重男 据说还玩了什么 七上八下乱七八糟 最后乐不思数 直接抛弃了男朋友 男朋友这时悲痛交加 节目现场玩起了尸击游戏 当场就把崔花打得一脸懵逼 电视台这时也惊醒了 认为崔花的节目实在太伤天害理 就把崔花的节目停了 就这样崔花失业了 一向是女强人的她 这下酷得稀里哗啦 变成了一个憔悴的弱女子 小李一见 这不是实际来了吗 就准备趁机安慰安慰媳妇 提高一下家庭地位 一望一望都一望 直接的烦恼都一望 那啥媳妇啊 你看你老公我都失业好几年了 还不是活得很滋润啊 崔花一听这话 都想把她当场杀了 可她还没动手 却又被小李的下一句话 感动哭了 只见小李又深情地说道 哦我的宝贝 你今晚出了岁 我不要做任何事情 崔花岂能不敢动啊 毕竟到了奔三忘四的年纪 小李换子弹的速度跟不上了 这种事儿 当一次得半年啊 爷爷当样之后 小李喜笑颜开 崔花也平静了不少 于是两人商量决定 就趁着这个时机 带上孩子出去度个假 再前往度假村的路上 小李又是好一阵演戏 说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 天下没有过不虚的坎 摆明了想趁着崔花脆弱时 来体现自己作为男人的伪案 至于结果嘛 不是很成功 崔花根本不鸟他 时间飞快 不久便来到了度假村 这里的风景秀丽 别墅错落有致 一看就是穷人住不起的样子 果然等他们跟着房东太太进了别墅 这才终于明白了 什么叫做有钱人的生活 而且房间里还安装了各种微电脑 提前就进入了物联网时代 崔花对别墅很满意 一觉醒来 时间轻松了不少 烦恼也忘掉了大半 可是当他走出门时 却总觉得这里透露着一种诡异 这群妹子不一般 各个身材高挑举止优雅 一看就是铁铁的名媛贵妇 妹子们聚在一起跳舞 先不说舞姿怎么样 就单看着一打的好身材 整齐花衣的扭动 就足以令人垂涎三尺 可这其中也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些妹子其实都是改装过的机器人 他们不仅调整了身材比例 而且还具备各种功能 就比如插卡取琴 崔花一早就发现了这里的诡异 那群妹子不管干啥事 都是一溜标准是微笑 然后腰板挺的笔直 但动作却总感觉很僵硬 就好像是提前木偶 而更诡异的是 在一场舞会上 一个妹子好像是死鸡的一样 竟然一个劲的转圈圈 直到越转越快 然后咔吧一下 就摔在地上 崔花看到这种情况 连忙上前查看 还没等她闹明白怎么回事 房东太太的老公就来了 她先安抚众人不要激动 然后又一个眼神 把崔花挤了出去 好像故意不让崔花看到一样 但崔花还是从风影中看到了 只见她对着妹子的头部 就这么硬扭 在一阵火花之后 妹子就好了 卧槽 这是啥 机器人吗 崔花虽然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却知道这地方不能呆了 回去之后立即找到小李 让她带自己回家 可小李不同意呀 因为她已经了解到这里的秘密了 并且准备把崔花也改造一下 让她变成一个温顺的老婆 于是小李就耍了个心眼 她先是跟崔花大吵一架 说崔花是因为失忆了 现在精神有点错乱 让崔花产生了自我怀疑 然后再和崔花一起坐到台阶上 慢慢安抚她的情绪 还说什么 你今晚好美 我们可以浪漫点 你浪一点 我慢一点 三两句话就把崔花 逗得哥哥笑 最终让崔花同意了 再待一段时间 到了第二天 小李就找到了 房东太太的老公老王头 老王头其实已经勾搭小李好久了 他数次召集集会 领着一众切罐爷们给小李洗脑 什么女人就应该相复轿子 女人要完全服从男人 强势的女人需要调教调教 这些话都说到了小李的心坎里 并且深表认同 但小李也说了 崔花太过优秀 他是根本调教不了的 这时老王眉头一动 张嘴说道 你不会调教 我们可以帮你 埃隆瓦斯克曾投资过一家脑机接口公司 所谓脑机接口 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电脑控制人体 听起来不可思议 但其实很早就有人做了 而马斯克的公司也宣布 将于2022年进行人体实验 那么用电脑控制人脑的技术 真的是人类需要的吗 你看这个女人 她本来是一个作家 崔花上次见她时 她还拉里拉她 房间里乱七八糟 没有一点收拾 但自从被她老公 偷偷装了脑机接口之后 她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虽然看上去很贤妻良母 但崔花却顿感极倍发凉 这你妈还是人吗 崔花连忙跑了出去 她不想变成这样 她准备找到孩子 然后赶紧带着他们逃出度假村 可她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被自己的丈夫小李狠狠的摆了一刀 只见小李把老王头带回来家 一群人穿着红色外套 就像是邪教一样 把崔花堵在了家里 小李正式摊牌了 只见她深情而有悲愤的说道 崔花你造吗 在你面前 我觉得自己都不像个男人 你啥事都比我做的好 工作室赚钱室 连那啥事你都比我强 你能不能让我当一回男人啊 崔花听了这番话之后都懵了 你个甸甸 是我不让你那么优秀吗 是我不让你吃酒吗 小李听觉得有道理 就在这时 老王头也出来装了个十三 毕竟作为反派的她 必须得啰嗦两句 于是老王头就向大家 介绍了她的脑机技术 所谓技术呢 就是在人脑中植出芯片 然后再通过遥控器 达到控制人体的目的 而这项技术也着实高端 不仅能控制行为 而且还能控制身材 可以极大程度满足男人的各种趣味 老王头说的很好 但崔花也问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改造之后的人 还是人吗 小李听后顿时懵了 心里有所动摇 可这时老王头却不给她反悔的机会 直接请他们去了改造空间 在一件白光之后 崔花改造成功了 她也穿上了碎花裙子 成为了超市里的贤妻良母 而小李也终于当了家 成了男人 但小李现在却有了意见 原来她当了家之后才知道 当家有当家的苦啊 还不如吃软饭舒服呢 于是某次晚会上 她趁着大家都在跳舞 就偷偷跑了出去 准备破坏脑机接口的控制终端 她想让崔花变回正常 重新挑起家里的大梁 就这样 在小李的一阵操作之下 整个系统都瘫痪了 而舞会上的女人们 也都摆脱了电脑的控制 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成了一个个威风凛凛的母老虎 而那些男人呢 就又变回了Hello Kitty 乖乖的滚回了超市 成为了家庭主夫 这部电影名叫复制娇妻 是一部探索脑机接口的电影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 电脑控制人脑 那总有一天会实现的 但这其中也会产生很多问题 就比如 如果抓个妹子回来 给她装上控制器 就变成了老婆 会是好事吗 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 我是看啥电影 都不失态的灭绝失态 请多多点赞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